樓市持續不濟 貫新樓西營盤瓶藝一個納米單位僅能以400萬元逆手 成交價創屋苑歷史新低 賣方預五年半慘虧近280萬元 尺價更首度跌穿2萬元大關 低見18,100元 多個屋苑造價創六年新低 包括將軍澳東港城二房單位 賣方選手預100萬元 屯門時代廣場原業主劈價求脫手 吸引外區客不看樓接貨 市場消息透露 西營盤瓶藝在現洩讓成交 中層室 實用面積221方尺 以400萬元轉手 賣價18,100元 原業主2018年3月以678.8萬元一手扣入 持貨預五年半賬面競虧278.8萬元 或百分之41.1 尊藝2017年11月開賣 至2019年中存數250貨沽清 售價最平548.5萬元 赤價23329元起 尊藝2018年入伙後 曾錄得多宗獲利成交 為之後 隨時放向下 而湧現涉釀個案 涉幅最大達52.2% 而售價最低則為450萬元 今次成交價 及赤價同創屋遠伸低 另外 香港置業首席分區董事劉浩勤指出 將軍澳東港城7座低層列室 實用面積463方尺 二房戶 成交價610萬元 赤價13,175元 為屋苑本月首中成交 造價創六年新低 單位原業主於2020年1月以713.8萬元購入 今年9月以718萬元放盤 但求平手離場 可視市放不就 只好面對現實逐步降價 最終虧103.8萬元 單位近四年貶值14.5% 屯門時代廣場一個一房高層單位以損價放售 吸引外區客以不體樓接貨 長益地產區域董事袁思賢透露 該單位為座高層5室 實用面積272方尺 一房間隔 成交價316.8萬元 創同類型單位六年新低 拆價11,647元 袁思賢指出 上述成交買家物息單位二達一年 對區內多個木園單位間隔了如指掌 當知道原業主願以低市價15%出售 稅火速承接 原業主於2020年初以400萬元購入單位 時次轉手賬面涉83.2萬元 單位近四年跌價20.8% 東涌東環五B座中層8室 實用面積378方尺 一房間隔 賣方元開價500萬元 及後加價10萬元 至510萬元成交 尺價13492 為帳免營要選手50萬元 賣方於2021年以560萬元購入單位 單位於兩年貶值9% 同座同室低層單位 今年初以560萬元逆手 反映中層評過低層 均勤 2 4 2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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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